中共究竟从俄欧战争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 你懂得独裁者的结论吗? 中共导弹洗地台湾,叫陷甚囂层上 东风导弹究竟有多恐怖的摧毁力? 而中华文国真是代左高弱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海风温节目,我是宇棠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中共导弹洗列台湾的话题 近日《华尔街日报》刊文说 中共国同俄罗斯在军事体制、军事理论 乃至军衔徽帐方面一脈相承 源于撤苏联,颇具历史相似性 所以中共国军队的指挥官 正可以认真分析俄乌战争的得失教训 但他们没有看到人心向背 是恶到义的意义 他从分析当中得出这样的战略结论 他们认为 俄罗斯投入的兵力太少 而俄罗斯以为乌克拉会投降 而不是战斗到底 这是极大的判断错误 所以俄军他们势必会受错 于此 交于这些他们所认为的军事教训 他们认为中共国将书利用最大规模的 会有震撼力的打击来对付台湾 而且必须组建一支旁得多的军队 以狂风暴雨之势 导弹洗离台湾 而且一开始就打出核威胁这张牌 从战术层面来说 要拥有更精力、更安全的通讯 更多正确制度的导弹和更多无人机 将军军揽 让台湾一败逃避 这就是中共得出的教训 绝非是 好像很多政策所认为的 中共不敢打 俄乎战争 央州国民更加谨慎之类 而是要更加疯狂 成员元洪兵教授所说 绝对独裁的权力 是一个阴心恐怖的魔咒 独裁者人格 有一项别规律 就是独裁者进行战略决策是非理性的 是激情性的 而且绝对的独裁权力 为独裁者注入了偏执狂识的这种自尊和自信 在独裁者的心目中 人类的命运都必须要围绕独裁者的政治情商业运转 绝对的独裁权力 会使独裁者以化为以万物为初构的 战事生命的魔鬼人家 为了实现独裁者像一团鬼火一样 燃烧在他们心中的激情 独裁者从来都不会将人的牺牲和死亡 作为价值判断的法码 作为战略决策考虑的内容 当年希特拉为了一二万人种对人类统治 发动世界大战 屠杀犹太人 日本军部不适本土决战 一亿人肉碎 毛泽东饿死近四支码中国农民 今天普京 为重建大俄罗斯帝国黄色荣光 蓄兵乌克兰 这些事实 都说明历史上经键的独裁者 几乎无一例外 共产和帝作近平为复兴共产主义 必将展开全球抗争 而台湾处于中共极权全球抗争的咽喉要道 因此责命发动台海战争 就是客观存在的宿命 在极短时间内 趁国际社会 最未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 迅速武力全面控制台湾 是中共的战略目标 而是一众军事专家 一众小粉红 迷感的自信 因为不用出动一兵一进 东风导弹洗地风暴 追踏平台湾弹丸之地 那么中共有什么家底来导弹洗地台湾 台湾会不会乖乖让它洗地呢 中共火箭军掌管中共所有导弹 没错 就是正在遭受大清洗 副司令吴国华神秘死亡 司令员李玉超 副司令员刘江彬 然副司令员张震仲 被他腹围由带走调查的中共国火箭军 姑且先不说他 他的伤下腐败难头 战斗力怎样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导弹种类 苏両团性能 中共火箭军 是解放军指第四军种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他在前身为独立兵种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炮兵部队 简升二炮 2011年12月31日 参考了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经验 部队升级为火箭军 中共火箭军的导弹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弹道导弹 另一种是巡航导弹 二者区别就在于 弹道导弹通常无异 在消源燃料后 只能保持预定的航向 不可改变 其后的航向由弹道合法则支配 为了覆盖广大距离 弹道导弹必须发射到高空大气层 或太空 然后将亚轨道飞行 和弹道导弹相对概念是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 可以控制自身的飞行轨道 巡航导弹 是一种用动力推进 以机翼来产生升力的导弹 大多数的动力来源是喷力发动机 简单来说 巡航导弹就是飞行炸弹 它们可以攀带传统战斗部 射直可达几百公里 中共的巡航导弹目前只是两款 分别是长兼式巡航导弹 以中远程对地精确打击为发展方向 长兼100超音速巡航导弹 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巡航导弹 它最大射程可以达到几百上千公里 而中共火炙军的弹道导弹 又称为东风系列弹道导弹 西方为短程中程 洲制弹道导弹三种类型 它们是洲制弹道导弹 主要部署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射直在5500公里以上 共有东风5、东风31、东风41三种 这类短程导弹 造价高昂 计计复杂 战略威胁大 主要以美国为威胁目标 而台湾海峡不过200公里 对付台湾 性价比太低 因而与台海战争无直接关系 中共火炙军中程弹道导弹 射直在30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 共有东风17、东风21、东风26、东风27五种 中程弹道导弹类型 其中的东风17、东风27 是中远程弹道导弹级的多国民 高次暗速滑墟飞行器 又称为高次暗速弹道导弹 属于中程弹道式弹级常规导弹 但他采用承波体弹头设计 他的弹头飞行器 在前沿平面 和击波的上表面重合 就好像在击波波面上 利用击波上下表面 有巨大的压力差 从而获得极大的胜力 据称 他有速度高达18克 中程弹道导弹 他打击目标是日本和美国在第一导弹的军事基地关岛和充实 故意也不是以台湾为打击目标 中共真正用来威胁台湾的 其实只剩下东风10日、东风15 东风16三款短程弹道导弹 这三款短程弹道导弹 日本只是单级火箭 设置在1000公里以来 价格比较便宜 但正确度不是怎样高 比如1996年台海日记 中共为了阻止利登废 在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数据中连任 举下威胁台湾的军演 中共二炮和南京军区分别向台湾外海发射飞弹 美国急急调动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峪 海峪一时战役密报 当时中共所发射的20几枚导弹 就是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 2022年 中国为抗议配落西访台 在台海中的军事演习 发射一枚导弹 发射的就是东风15和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 东风11、东风15、东风16这些导弹 只是有一级助退火箭 设置在600公里到900公里之间 才是中共用来威胁台湾的主要武器 那这些导弹会从什么地方发射出来呢? 中共火箭军下核9个基地 分别是61基地到69基地 其中67、68、69三个基地 负责测试工程建设 后期保障等 不具备直接攻击能力 真正作战的只是6个基地 即61基地到66基地 在这6个作战基地中 64基地位于大西派 使用的是远程弹道导弹 假装的是美国 65基地位于辽宁审弱 部署的也是中远程弹道导弹 维护东北地区 6基地位于洛阳 配置中远程弹道导弹 这些基地装备的主要都是中远程弹道导弹 同台战争关系不大 所以真正对台湾口食威胁的重点基地 只是内一基地、内二基地和63基地 第内一基地位于安徽黄山 下属7个铝 但其中 只是4个铝装备的是短程弹道导弹 分别位于江西省湘瑶市的613旅 装备东风15B短程弹道导弹 位于广东省门州市的615旅 装备东风11短程弹道导弹 位于江西省共州市的第616旅 装备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 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617旅 装备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 第内二基地总部位于云南 有三个导弹铝铝 部署台海周边 分别是部署清源的第626旅 装备东风26 部署港东普林的627旅 装备东风17 部署海南的624旅 装备东风21D 但这三个铝装备关为中程弹道导弹 目标并不是台湾 而是针对关岛充实美军基地 东风21D作为反弹弹道导弹 目标针对美国太平洋舰队 也就是说第内二基地 并没有针对台湾的短程弹道导弹 第六三基地总部位于湖南 黑黑四个旅 其中 636旅位于广东巡关 装备东风16A短程弹道导弹 635旅在江西沿村部署 装备长剑10中程巡航导弹 另外两个旅装备老旧东风5 软程弹道导弹 一同台湾关系不大 这样来说 以东风11 东风15 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为主 用来打击台湾的 主要是下一基地的四个短程弹道导弹 落三基地一个短程弹道导弹 共计只是五个女的短程弹道导弹 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中共火箭军天制 目前每一个导弹女 核6个导弹营 每一个导弹营 核2个导弹发射连 每一个连核3个导弹发射牌 每一个牌有一部发射车 每一部发射车还配一部能装两枚导弹的运输车 也就是说 全旅有6个发射型 36部发射车 和36部导弹运输车 共计108枚导弹 36部发射车 一次能齐射36枚导弹 总共能继续三轮齐射 中共目前有5个短程弹道导弹铝 合计有530枚短程导弹部署 一次能够齐射190枚短程弹道导弹 当然 在攻击受挫 老修食路之際 中共会否将其他射车在100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的 巡航导弹亦用上 是有这个可能 这句媒体人周子定先生的分析 即使是这样 共军长剑10 长剑100两个巡航导弹铝 架起来可能有500枚巡航导弹 这就是目前中共对台湾的导弹打的能力 这样1000枚导弹 如果打到台湾 会产生什么影响 俄乎战争中 俄军导弹洗地的表现 彻底证明了导弹洗地 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麽实 以军用机场为例 一条跑道长到3500米 而一个机场可能还有多条跑道 还有停机瓶 想想 要用导弹完全覆格一座重要的空军基地 恐怕至少需要30度50枚导弹 精确击撞目标 网络上一张遭受俄罗斯导弹空袭之后的 日托米尔空军基地的图片 图片上大概有6个弹章点 意味着俄罗斯发射了6枚导弹 但是这造成了什么呢 只是两枚打到了停机瓶 脚并没有造成挖任何飞机船上 甚至连跑道都没有完全摧毁 因为飞机跑道很长 宽度非常窄 你要正好打中飞机跑道 需要你的导弹精度非常高 你偏差那几米 就好像图片中那样打歪 对于飞机起飞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俄罗斯向日托米尔机场发射6枚导弹 打中了什么 最后就是打了个鸡 其实强大于美国 亦是这样 2018年川普下令摧毁罪亚大马世界的巴扎方言中心 这个方言中心 是最坦研究生物武器的核心场所 为了彻底摧毁这个中心 美国总共使用了57枚战火巡航导弹 同19枚AGM-158导弹 而这个中心 还不是一个军事基地 中共发射导弹 中华民国肯定会栏 要知道中华民国防空能力 在全世界来说屈指可数 它因为肯定是专注防御 拥有世界上密度最高的防空导弹系统 地面防空导弹数量 确实名列世界前茅 这句话并没有夸达成分 台湾3.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目前拥有各营防空导弹 高达5000枚以上 这个防空导弹密度 堪比中东地区的以色列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 亦是属于防空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台湾目前的防空导弹种类法多 它的主力有 从美国引进的 爱国者系列防空导弹 台湾自主研发的兼弓系列防空导弹 爱国者2防空导弹 是台湾在1991年引进的 中远程防空系统 爱国者3 则于2012年引进 目前台湾防空部队 手中有3套爱国者2 6套爱国者3 与它匹配的对空冷截导弹数量 在5008枚左右 其中PAC3防空导弹3008枚左右 PAC2GM防空导弹 大约有200枚 这两款防空系统中 爱国者3的性能更胜一筹 爱国者3 是美军于1991年开始负责一款 第三个防空导弹系统 一台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系统 包括一个多功能AN-MPQ-53雷达 一个指挥所 和4支8个发射器 它在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为180公里 导弹最大拦截距离在100公里左右 而且台湾爱国者导弹 最近又有大批量震价 美国2023年7月28日宣布 提供特广3.45亿美元军事援助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动用总统提取权 从美国副船中提取武器 军援台湾 其中有大批防空导弹 天弓系列 是台湾自主研发的一款 利面防空导弹系统 目前天弓系列有天弓1、天弓2 和天弓3B3的型号 1991年副籍的天弓2型防空导弹系统 最大射程可达120公里 它配备的拦截导弹 但采用没断主动雷达寻敌制度 一个火力单元可以同时对付6个空中目标 整体性能介于爱国者2和爱国者3之间 目前台湾防空部队手中拥有大约 48套天弓1 和天弓2导弹发射装置 和500枚导弹 天弓3型防空系统 是台湾最新研发的一款 远程地空导弹系统 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公里 综合性能超越爱国者3 在大型防空导弹方面 台湾总有一款防空导弹系统 同时 这是台湾数量最多的一款 地面大型防空导弹系统 导弹数量是1000枚左右 除此之外 台湾防空部队手中 还有包括战灵防空导弹 借助复仇者防空导弹 以及独磁式变区防空导弹等等 超过2000枚各营区带营防空系统 由此構成了台湾 大大小小5000枚以上的防空导弹规模 而且这个规模正以每列1000枚的生产量上升 除了各种型号的导弹以外 台湾还有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系统 另一款绿特的最大探索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 能够对包括战机、弹道导弹等作力的各种空中目标 将是超远程探索和境界 这样的防空系统 比于现在的沃南来说 绝对是奢华配置流 沃南使用的主要是苏联时期 老旧的S-38 和三无矩等防空系统 雷达电子水平 还属于冷战时期 和台湾使用的爱国者 偏共不可同日而语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沃南拦截俄罗斯的导弹 拦截旅仍然达到了55% 甚至有影片显示 沃南使兵使用单肩的防空导弹指针 竟然拦截俄罗斯高速飞人的巡航导弹 台湾的防空体系从武器装备到经验来说 都要比乌克兰更丰富 推一万步说 就算台湾拦截中国的导弹 只达到55% 也就是乌克兰水平 中共第一个攻击波次 四把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最后不过180枚导弹到达台湾 媒体就指定认为 这180枚导弹 不一定都能达到目标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减乌艳产品多 弹道导弹的命中率很差 就中共的数据 一不过几十米的正度 比足中共一个面 从高里面估计 在摩比拉截到的导弹中 大概80%导弹命中目标 计算下来 中共最后大概有140枚导弹 会命中既定目标 这140枚导弹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告诉大家 不要看数字似乎不少 但140枚导弹 恐怕僅僅只能够摧毁 2-3个军事纪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导弹说明 它只是有制度的炸弹 一个弹道导弹 或者重航导弹 虽然造价很高 但是攀得的弹药 它不乘几例 以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为例 总重量达到8吨多 但是它的弹头重量 只是600公斤左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门4.08毫米的常规大炮 使用MK8炮弹 一个炮弹就重1200公斤 相当于两个东风15导弹的炸弱量 很多高估了全航导弹 和弹道导弹的威胁 弹道导弹最大的危险是它攀带核弹头 它如果攀带普通弹头 和你从飞机上 扔下500架的航空炸弹 没什么区别 如果按照美国军冊标准 握下6枚导弹 才能彻底出卫一个军事基地 中共一轮齐射 最多发射400枚导弹 最后大概有100枚 能够命中目标 这样的弹量 只不过能够摧毁台湾两个 军事基地 即使它能够摧毁装两次 摧毁石两栗 也就是说 中共7个导弹铝 将自己所有的导弹 全部都打出去 3个攻击波次 不过是摧毁台湾6个基地 但我们知道 台湾有100个军事基地 台湾只是大小机场 有56座 其中12座是空军基地机场 台湾还有大量机场可以使用 大量的指挥中心 陆军基地 海军基地 都安然无恙 但这个时候 中共已经打了所有短程单独导弹 这样分析下来 你还觉得 中共的导弹 有多可怕吗 至于说 中共会不会利用导弹发射核武器 中共可能会有这样的冲动 但我想 最终不会 因为 再没有被独裁者更自私 更疏命 动用核武 也意味着 他们将自己的后脑也断绝了 他们作威作福的好日子 也就彻底玩完了 更何况 苍天在上 慎目如电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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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